Sematel县 华裔女子杀前男友案 时隔三年今日开庭审理 今日上午9点半 被控谋杀的华裔女子Tiffany Lee和男友Kyfe Byatt在Sematel县上庭 将由陪审团决定他们是否犯有谋杀罪 预计审判结果将在几个月后公布 这宗轰动的案件是由于Tiffany Lee在2016年被起诉谋杀后 递交了巨额保释金3500万元 包括400万元现金和两栋价值6000多万的房产抵押获得保释 他也是案件中唯一一名可以保释候审的被告 他被控和男友Kyfe Byatt在2016年4月谋杀前男友Kyfe Green 根据检察官资料显示 Tiffany Lee负责策划了这起谋杀事件 而他的男友则负责执行 Tiffany Lee和死者育有两名子女 在商讨抚养权之后 死者就宣告失踪 后来警方在Sonoma县的高速公路附近 找到他的尸体 尸体的头部中枪 于是警方搜索了Tiffany Lee 位于Halesboro市的豪宅 搜集到足够的证据 将他和男友Kyfe Byatt 还有他的格斗教练Olivia Adella拘捕 随后他的教练选择不抗辩 并转作控方的污点证人 指控Tiffany Lee和Kyfe Byatt 天下卫视记者陈宏佳报道